過去一段時間,香港一些銀行是推出了一些跟港匯相關的 那些還是跟大陸有關的銀行 是的,師三說不敢說 歡迎收看第二節的股壇事件 剛剛的星期二,美國公佈了最新的CPI數字 按年增長6.4% 這也是第七年跌 浩德,你如何解讀這個七年跌的CPI 是否代表美國的加息週期快到尾升 正如我們之前討論過多次,加息未來的力度真的會減弱 其實剛剛推出這個美國的通脹指標數字 其實比市場原始估計是高的 當然你好像說七年跌,現在6.4% 但其實按月是升的,因為趨勢很重要 一直都很緊,但按月是正在升 所以大家都開始想通脹問題是否已經處理完 因為現在很多人覺得通脹已經沒有再說 因為這段時間大家覺得好像要訂購 但其實這次數字出來,市場又可以擔心 所以市場即時的反應是害怕的 害怕還可以加息 當然這段時間不同的財聯儲局委員出來說 很細節分析,例如刷解 例如你見到為何未回落 因為美國的房地產數字其實有些影響 有些委員又說 其實遲些時間性還是要拉下來 大家不要太擔心 但整體你見到最直接的利率期貨 其實之前都是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覺得利息見頂應該是5.25至5.5厘 比之前大家擔心向上調,利率還可以加 所以大家的解讀仍在很薄逆 加息和通脹其實未明顯地見頂 這段時間大家由去年11月開始有這樣的預期 其實這段時間都不是一個很明顯的方向 所以市場在現在你見到比較波動 大家猜一下見頂又未見頂 所以每次有一些言論出來便會令市場變動 但整體我覺得可能去年中才會比較明朗 聯署官員有沒有出來說話和過去有些不同 都幾有趣 其實這星期大家知道有18個委員 去年一段時間他們18個說話都是一樣的 其實這星期他們每個都出來說話都不同 所以你見到美股有時由晚上10時半看到5時 突然會那麼大上落 因為早上其中一個委員出來說完 下午又另外出來說 雖然你應該這樣說 在最新一次加息他們的決定是一致的 剛剛那次加25點 但對接下來的通脹情況和加息 要加多久和何時可以減息 其實他們的分歧都很大 至少沒有一個好一致 對外沒有一個統一後勁 所以令市場都沒有一個明顯的共識 美國的情況仍然沒有共識 但香港的策息以我理解 一個月和美個月一個月的策息 其實拉闊到歷史最寬的紀錄 似乎代表香港都不可避免加息 詩先生 你看香港會不會加得太遲息 香港其實自己是不需要加息的 你看銀行一再減息 在美國加1.25% 香港的優惠利率沒有加 香港的定期存款是減 一減再減 以最高峰的時候 去到4厘多5厘都有 現在4厘都跌破了 要去港元的定期存款 因為12月的時間 香港的同意約息是差不多5厘 所以當日的定期很高 最新應該是一個月的那些已經跌到2厘多 香港出現的情況是 銀行系統本身 存款容易吸入 貸款借不出 銀行蝕本 只收了錢回來給息 要收了錢回來遮出去 收回息差才有生意做 所以香港本身 借貸投資的意欲不高 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應該加息 另一邊又說 金管局的受壓 造成受壓的原因 是金管局承諾到某一定的位置 他一定會買入或賣出 那些人炒港會的風險有限 去到某個位置實賺 他才去做 你說港元約 其實是被這些炒家造成 不是實質市場的經濟環境造成 所以你問我香港是否應該加息 我覺得香港是不應該加息 不過現在你的聯繫匯率拖累你 不過施先生說的問題是 究竟錢是怎樣去投機這件事 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我看到有報導說 很多對沖基金現在是沽港元 賣美元 然後賺回息 其實是怎樣操作的呢 你先了解一下香港聯繫匯率 這樣39年左右 操作是怎樣的 其實就是大家 金管局退印了一些人 因為香港唯一有權力印錢就是金管局 即是發鈔銀行名 發鈔銀行名 發鈔銀行名 其實他就承諾有這麼多等值 即是7.8美元 或者相關的外匯資產 所以大家經常聽 外匯基金 其實很大部分就是聯繫匯率相關 那年金管局成夠錢 幫香港政府管理一下 或者其他少少少錢 好像土地基金有一筆錢都是他的 但整體就是 他承諾 其實他人員的錢就不像美國那樣 美國就是賭白頭片 他多刀手指 是沒有記錯的 香港就是結束聯繫匯率本身的概念 他又不會定一個目標的匯率 他就說大約是7.8美元 他有一個上下浮動的區間 就是7.75美元 去7.85美元 其實都是這麼多年一直演化的 由7.8美元開始 其實現在是7.75美元到7.85美元 他的意思是 如果很多人不想要港幣的時間 他又要頂住他 否則港幣變值 我們香港人就會很支持 所以他會提供到港幣的 就是一元美金 一元美金對於7.85美元 7.85美元以上 所以他會提供到港幣的 他會提供到港幣的 成為一個支撐港幣的需求 但如果港幣很強 令到我們競爭力差 7.75美元會提供到港幣的需求 他會提供到港幣的需求 他會提供到港幣的需求 美國10利息 如果這件事維持得很久 很多人就會將港幣的需求 去美金 因為收10利息 即使美金貶值 但你7.5至7.85 其實空間很小 所以為什麼 剛才阿施先生說 在聯繫匯率下 香港的利息和美國的利息 有一個所謂利息套餐 因為大家覺得這個匯率 是不會動很多的時間 我是願意在兩邊 即是如果息質太高 其實有一個套餐空間 如果沒有這個所謂匯率的保障 譬如說你見很多發展中國家 他們可能二三十利息 但你不會賣了港幣 走去換去一個津北部位的貨幣 因為你知道你放在那邊 可能隨時會貶值得不償失 但港幣和美金在聯繫匯率下 就是這個情況 現在為什麼對沖基金想做這件事 就是第一 其實這未必是經濟誘 這可能是對國系統的質疑 或者有些甚至乎覺得聯繫匯率下 其實金管局的錢未必是放在那裡 或者有些人甚至說 即是打到你頂不住 覺得去投資有些容易有問題 譬如說有段時間質疑 金管局買了太多人民幣 如果人民幣會否有影響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投機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願意做這件事 因為他覺得好像二小薄大 你想想如果你7.850去沽港元 你對沖基金最大的風險是7.850去升到7.75 就是他最大的損失 因為如果升到7.75 即是他賭錯了 但金管局很厲害 但金管局很厲害 他會保障幫你封了你本門就是7.75 所以他覺得他虧一就是虧了那一毫子 即是對沖金 但如果他覺得他賭對了 就是如果7.85變成8.85 他就會賺很多錢 輸又輸一顆糖 當然這件事聽起來很簡單 其實有幾個相關的對沖基金 做了很多年 其實他就一直輸 甚至近期你見到施生 為什麼見到很多人投機 我想大家可能留意到 過去一段時間 香港一些銀行是推出了一些和港匯相關的指數產品 那些還是跟大陸有關的銀行 事實說 我不是過去都有的 其實事實應該這麼說 通常你在零售市場 見到一些新的產品 當然你看得好聽一點就是市場比較開放的進步 但實際上就是代表一些大戶在賭 因為大戶一個盤很大的 相關的投資銀行自己都接不完 難道有些聰明的銀行家就會化整為零 將一些大戶 可能去賭單邊的話 將它在零售層面 就給其他有錢的投資客 當年所謂的accumulator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就是去大戶很多期權 想賺對價 銀行吃不完就在零售層面見到 現在這一刻其實都是 有些相關的投資需求 覺得香港的聯繫活率有機會出現問題 因為這個其實有少少是政治性 因為覺得香港過去一段時間 各式定位會不會受到質疑 施先生也說過很多次 我的觀察就是很多相關的資金 其實未必是用經濟誘因去思考 而是一個系統性的 可能會受到衝擊 自願或不自願地 所以引發了近期 港匯好像又走弱 但利息又不是很高 但金管局要不斷接貨的原因 施先生剛才聽你的口問 好像你不太認同聯繫的匯率 你覺得好像拖累了我們 不是 一個國家能夠按照自己的經濟狀況去定 它的匯率是對自己最有利的 你跟另一個經濟體掛勾 最好掛一些跟自己經濟密切的 受到扭曲的機會少些 例如以前美國是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 當然掛美國 但現在美國不同 尤其中美分家之後 中國金融政策跟美國有時對著幹 起碼脫勾 美國之前減息又不減 現在美國加息又說要減息 所以你跟美國掛勾 辛苦香港 因為香港難以釋從 我不是說這一刻 贊成跟美元脫勾 這一刻譬如香港還需要穩定的時候 掛著全世界最穩定的貨幣 當然是好些 但美如有一個時期 譬如香港經濟、政治都穩定的 條件好 其實是可以考慮 改變一下 譬如跟一籃子貨幣掛勾 加入一些人民幣的成份 都比現在根管局做得那麼辛苦 長遠來說改變可能會好些 但現在說政府不怕不穩 長遠是有另一套會好些 尤其中美關係越來越惡劣的時候 政治因素都會被牽連 但其實當前的情況 聯繫會繼續維持 似乎香港加息遲早都會發生 當美國的息口不高的時候 先生認為香港再加息下去 會不會對樓或股票有影響 當然會影響 我相信美國即使加多一兩次 是否等於它可以解決通脹 至少聯儲局一定要放棄它 將通脹下降到2%的目標 距離那麼遠 6.4%和2%差很遠 你加到什麼時候才能下來 我相信美國最終都要放棄它的通脹目標 它才明證言順在通脹的同時開始減息 我認為現在通脹不是降得很厲害 因為通脹不是完全可以靠加息解決的 即是你消費意欲過熱 你可以加息去壓益的消費意欲 但現在你很多是成本增加造成的 譬如鵝烏戰爭造成的成本上升 中美脫歐 你又不買那麼多大陸連價產品 那很多因素不是說你加息來就解決的 以及關稅那些都一直拖著 所以我認為今年還會爭辯 會不會因為通脹未下來又加息 遲些是通脹不理智了 搞不定的了 都要減息 我認為尤其到了拜登要連任 他擺出來的姿勢想營養 他現在的過程知聞說 美國和中國競爭從來沒有在他人內那麼威風 經濟上他認為是比中國更勝 如果經濟不好 他都雖然說聯儲局獨 你看各個總統其實都多多少少 向聯儲局施壓 現在美國聯儲局不聽話都沒關係 因為財政部幫他包底 所以我認為到他應該是2024 要大選 大選不會到選那天才部署 明年初就要開始為大選作準備 所以要選到當然要經濟好些 所以我認為通脹率跌不到2% 聯儲局那時都要減息 C3比我樂觀些 似乎美國再減息機會會大些 不過很快就會知道 因為今年都很多經濟數字會陸續公佈 我們今集的時間就到這裡 大家記住要喜歡我們Findance730的節目 Like、Share和留多些言去支持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製造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Findance730的精彩內容